大便会粘马桶是疾病前兆。医师解密大便粘稠背后原因 大便粘腻 别以为上火才会便秘,湿血一样会引起便秘,看看大便是否粘腻细软,便知道体内是否太湿了 便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看似常见,但此病也很有迷惑性。很多人觉得便秘是上火引起的,所以吃点去活药,喝点通便茶 这对于大便前劫难解的便秘,可能有点功效,但如果是湿血引起的便秘,这样做无疑是雪上加霜 大便偏软,可能是湿血引起的便秘 湿血引起的便秘有一种特点,大便偏软,而且多年会 所谓的年,是说大便气而软,排汁不爽,总觉得没排前进,而且年马桶,不容易冲走 所谓的会,是说大便的气味大。还有人排便后,肛门有灼热感,这也是大肠湿热的特点 像这种大便年逆像浇水一样,虽然膝带也很难排出的便秘,中医叫做 湿蜜 湿蜜是怎么造成的呢? 首先,这种患者往往嗜好咖啡,乳酪,葱,姜等辛辣后味和刺激,甘甜油腻的食品,致使身材偏胖 平时会感觉口黏,口甜,但是又不想喝水,有时候肚子闷胀,口臭气味大,容易起口疮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注意水分来源,例如每天喝过量的浓茶,或者经常喝酒等 曾治疗过一位患者,出诊时对这个病人的诊断不够准确 他表示患变秘已经五年,长期服用双醋分顶,刚开始服用一至二片就有效,后来增加至二至四片仍然很难通便 平时,平时,他晚满腹胀,稍喝点水就会全身肿胀,所以不敢饮水,以至于小便少,大便密节 医院原诊断位功能性拒结肠症,要做手术,家属不同意,于是到此求诊 根据他的描述,我诊断位气血需便秘,以益气培中,养血润肠为治疗大法 而后,虽然改善了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便秘的主症却没有得到改善 复诊时,我想到患者母亲在介绍病情时曾说,她在医院灌肠后先解出水样变,很少有前节的分块,而且腹部常常伴有肠鸣和水生 加上她服药后的症状,综合确诊她为湿蜜 于是,用轩青岛灼汁加减治疗半个月后,五年的宿急豁然而愈,免除了手术的痛苦 便秘吃通便药 便秘吃通便药 所以说,对于便秘,一定要找到病源,才能标本监制 现在很多人在便秘后服用通便药,而通便药多数都有卸下作用 大豆含有大黄的成分,经常用这类药刺激大肠的话,大肠的反应力就会下降 慢慢的,肠子的乳动就慢了,更容易便秘 治疗这种便秘更需要耐心,不能急于求成 边岸,大便会有粘马桶,是大肠癌前到吗? 台湾大肠癌发生率高,许多人闻癌变色,相信网路资讯流传,只要常常发现大便粘在马桶上,冲不走,就开始紧张可能是肠癌找上自己了 粘便主要内容物是纤维,当摄取蔬菜、水果、骨类等纤维比例高的食物,进入肠道就会形成成型的粘便 如果摄取太多油脂,高蛋白,精致淀粉的食物类型,大便就会比较粘 在中医的观点中,看大便是否粘腻细软,就可以知道身体是不是太湿了,湿血引起的便秘就会出现大便偏软的问题 总觉得大便没拍前进,粘在马桶不容易冲走,甚至大便气味中,都是湿血引起的便秘常见征兆,也称作湿密 以下也详细解说大便的形态透露什么健康讯息 早安健康通常加硬,从大便的样子教你破解大便的健康密码 上完厕所可别急着冲水,先看看今天的大便漂亮吗? 从大便的形态就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肠道健不健康,免疫力够不够好,但要如何解读便便背后的健康密码 理想的大便就像香蕉,越黄越长越饱满越好 关于粘便的颜色及形状,日本家庭医师杜惠医师表示可以拿香蕉作为饭本,越像金黄色的香蕉,长而饱满有光泽,代表越为健康 当然如果是出现绿色,墨绿色等自然色系也不用过于紧张,通常都只是因为吃了铁质含量较高的菠菜,铜薅或是其他蔬果类,海藻类食材 亦可能是食物中的天然色素,恢复正常饮食后再观察两至三天,颜色依旧没有改变 再考虑就医检查 大便粘在马桶里抽不掉 内科医师竹内意愿表示,通常会粘在马桶底部的大便都是因为饮食中脂肪含量过高,身体没办法彻底消化利用,所以就只能随住粪便一起排出 另外也因为肠道本身的蠕动力不足,消化物在通过小肠及大肠的时候没有确实沾黏到肠道分泌的润滑粘液,所以就容易粘在马桶上 拉锡又臭且颗粘小 拉锡又臭且颗粒小 拉锡又臭且颗粒小 但是如果遇到又臭又拉息时,就有可能是溃疡性大肠炎或者是肠躁症等肠疾。 民众可以透过检查自己的粪便颗粒大小,如果排便次数多,颗粒小又像兔子大便一样,就有可能是上述肠道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